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我们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的期盼 台湾的所谓民主化 已经进行近30年的时间了 然而面对大陆的快速崛起 曾经的那个亚洲四小龙之手 如今已是风光不在 经济下滑 腐败频发 政治冲突 那么时至今日 台湾民主到底遭遇了哪些困境 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又有哪些 下面呢我们把时间交给节目主讲人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 听他为我们唯唯道来 大家好 今天我讲课的题目呢是剖析台湾民主 那么大家知道就是 从80年代中期啊 台湾开始所谓的民主化 87年宣布这个取消戒严 当时西方有一种说法 台湾自己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要像一个灯塔一样 为中国大陆 为亚洲啊 照亮整个这个地区的未来 那么结果现在将近30年过去了 如果这个要我来总体评价的话 我说就是很简单 从希望到失望 我对于这个非西方社会 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的这个总体结局 我讲过的两种 要么从希望到失望 要么从希望到绝望 那么台湾如果说是从希望到失望 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会不会到绝望 坦率地说我的结论是 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的帮助的话 恐怕就会走向绝望 那么这是我的基本的判断 下面我就跟大家更仔细地谈一谈 我对整个台湾民主的一些看法 那么如果要我对这个台湾整体做些评价 那我看到就是首先经济滑坡 那么台湾曾经是亚洲四小龙 就是韩国 香港 新加坡 台湾之首 现在如果你看经济化是之末了 那么整体是过去15年到20年 多数台湾人的薪水没有任何提高 世界收入没有增加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这个很多老百姓抱怨 不满各种这样的问题 这个还有后来那个反对陈人变贪腐的 这个所谓红三军 上百万人上街游行 穿着红的T恤抗议 背后也是就是本来这些东西 严格讲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但是他们不信任这个法律 其实不信任台湾的最高法业 一定要上街 所以我的总的感觉是经济是下滑的 社会是分裂的 政治是冲突的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概括 这是台湾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特征 那么我觉得就是我们看问题 现在越来越多希望能够采用 我叫做中国视角 那么我们就用中国大陆的视角来看今天台湾 用我们的这个标准来看台湾 我用邓小平对政治制度的评价 邓小平讲过这么一个观点 一个是看你政局是否稳定 第二看你人民是否更加团结 还要看你人民的生活是否改善了 还要看你生产力是否能够持续发展 那么现在我们如果用邓小平制定这些标准 来看台湾这个政治制度的话 证据是不稳定的 你看现在这个蔡英文才上来 这个半年时间都不到 最新的民调 他的反对他执政的已经是 就支持率已经跌破50%了 48%的人不满意他的执政 那么人民是否更加团结 显然更加分裂 这人为斗争斗出来的 什么爱台的南部 卖台的北部 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个社会分裂 甚至家庭因为这些政治原因都分裂 人民生活是否改善 我刚才已经说过 多数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 生产力是否持续的发展了 现在看来也没有 因为这个经济增长不是十分的好 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矛盾 那么经济滑坡 坦率的说 今天台湾是靠大陆数学 这个跟大陆的贸易是大量的顺差 那么他的外汇储备主要靠大陆 那么我们是出于这个统一的 国家统一的长远利益的考虑 所以对台湾还是或多或少 可以相当多的照顾 把台湾看作是骨肉同胞等等 那么所以经济上 台湾是高度的依赖中国大陆 那么如果我用这个邓小平 提出的这个标准 来看今天台湾政治制度的话 如果要我打分 如果分成ABCD 我给台湾打的C-C- 我觉得这个评价是比较公道的 细数台湾面临的经济下滑 社会分裂 政治冲突等诸多困境 其根源何在 一个原因是整个选举制度的设计 确实出现很大的问题 另外还有就是法治权威的困境 深入剖析台湾民主 听张维伟继续为您维伟道来 那么台湾它这个制度 究竟是些什么样的问题 导致了今天这个台湾民主 从这个希望变成失望 我想有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整个选举制度的设计 确实出现很大的问题 那么台湾它这个民主制度 是一种我叫做简单多数 就是你比方说 当时陈水扁当选的时候 他的整个选票实际上只有38% 他就当选了 就相对比其他人更多一点 那么如果你换一个制度 像法国 他如果第一轮选举的时候 比方说这个候选人 没有一个超过50%的话 那对不起 他进行第二轮 你回想一下当年2000年的时候 如果第一轮民进党这样的胜出 因为当时国民党泛兰给分裂了 给李登辉给分裂掉了 那么造成的就是 这个投票就分散了 如果当时看到这种局面 有第二轮投票的话 那泛兰的力量可能会整合起来的 结果没有办法 陈水扁就这样当选了 这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 另外台湾他们自己把这个制度叫做半总统制 我们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可能就知道了 这个制度一种是美国制度 总统比较强势 总统制 一种是英国制度 议会比较强势 议会制 台湾在这两个中间 立法院所谓的总统之间就是各大概百分之五六十 这样一种比例 结果造成的就是行政方面施政也困难 立法方面不停的这个阻扰 或者互相的这个斗来斗去 导致很难进行真正的这个有效的治理 就台湾今天从制度设计方面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另外呢就是意识形态的高度对抗 主要表现为统独之争 爱台与卖台之争 高度的脸谱化了 这样就没法真的实事求是的讨论公共政策 我觉得这是台湾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另外还就是法治权威的困境 就是搞民主制度 就西方这个模式 一定要有严格的法治 就我上次课我也讲过的 哪怕这个法律是有问题的 但是只要现在还是法律 没有被废除就必须遵守 但台湾现在做不到 比方陈水扁的在监狱里还是放出来 也争了半天 结果后来证明都是党派之争 所以你没有这个法治的这种地位和信誉 造成了这个能够超越党派 现在看来超越不了党派 还有就是我叫公民文化不足 就是真的一个西方民主制度 如果要真的运作起来的话 需要有某种特定的一种 我叫公民文化 就特点首先要尊重你的对手 有一种妥协精神 只要选票结果出来 我尊重这个选举的结果 这个台湾现在做不到这一点 最后我觉得就是美国的文化 美国的模式 政治模式对台湾民主制度的过度的影响 不是一般的影响 就一大波从美国读书之后 回台湾的这个留学生 或多或少把美国这个政治文化 政治制度全部带进去 认为这个是最好的制度 现在回头看是 我跟台湾人说的 我说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 做出错误的选择 这个选择之后 没办法 无要可救 没有办法的 本来台湾 你只要去台湾 你会发觉就是 他这个政治是高度对抗的 很混乱 立法院里打架 但他民间社会 因为在两讲时期 他坚持中国文化传统的教育 民间社会相对是比较和谐的 老百姓讲话也客客气气的 就说这个是大局 本来你完全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 形成一种 我叫做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 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 或者协商民主 或什么样的制度 他们一定要选美国的制度 就为反对而反对 现在证明这个选择是愚蠢的 但是我基本的判断 美国制度 美国模式的过度的影响 但现在要改已经非常难了 台湾民主制度存在的种种缺陷 对台湾的未来将会有怎样的影响 他们就问我 采访我说你对台湾这个民主未来怎么预测 我说从希望到更大的失望 如果没有中国大陆帮助 可能就要到绝望 面对着并不乐观的前景 台湾该走一条怎样的道路 才能摆脱困境 听张维伟继续为您娓娓道来 那么深层次的原因 三也就是我上次分析 整个西方民主制度 我叫三个基因缺陷 那么三个基因圈一到台湾 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第一 它的预设人是离心的 现在看来在台湾 这个预设就更加难以成立了 第二呢 是权力是绝对的 另外就程序是万能 这个把台湾也害苦了 我刚才讲这个简单多数 陈水扁就当选了 但你想修改这个台湾的选举法 然后来说我们换一个方法来做 这几乎不可能 在台湾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前提下 条件下 这种法律的修改 程序的修改是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只能这样继续的这个发展下去 没有其他办法 实际上在这个蔡英文这次当选之前 他们就问我 采访我说 你对台湾这个民主未来怎么预测 我说从希望到更大的失望 如果没有中国大陆帮助 可能就要到绝望 这是我基本的一个判断 那么为什么 我今天可以再讲的稍微仔细一点 一个就是台湾这个民主 他从八十年代这个中期开始 应该说是在台湾初步完成了经济起飞 初步完成工业化之后开始做的 如果当初没有这个经济起飞的基础 一开始 比方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就是搞美式民主的话 那台湾连这个经济奇迹都没有 这是我的基本的判断 所以这是没有到绝望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中国文化的影响 实际上台湾这个社会 它整个教育系统总体上 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文化的影响 那么到台湾还是能感受到 浓浓的中国文化的这个情节 那么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 就是老百姓整体上勤劳 只要你不发生战争 基本上它吃苦耐劳 它怎么都可以就是维持自己的生存 甚至有一点点的这个 逐步逐步的或者富裕也有可能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老百姓的勤劳 保证了就是台湾整体的经济 还能保持一定的水准 而最重要我觉得中国模式的作用 就中国模式使中国的经济迅速的发展 给台湾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而且我们又就是非常欢迎台湾同胞 来分享这些机会 现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台湾同胞 到现在为止没有最权威的数字 但是最保守的估计是150万 台湾的整个人口才2300万 所以这个有一次他们跟我辩论起来 这个台湾的民族不是很好吗 大陆应该学习 我说正好证明台湾这个民族没有做好 如果真的做得好 怎么150万台湾同胞在中国大陆生活工作学习 这不就用脚投票吗 那么从中长期的眼光来看 就是我有一个基本派的 就是台湾已经变成对中国大陆经济 最依赖的一个社会了 这意味着台独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一点都不担心 成功的概率是零 如果他宣布台独的话 台湾的经济自己就会崩溃 他的股市将崩溃 他的房市将崩溃 那他马上要改协规政 他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 所以这个大陆是一手好牌 我可以一张一张出 你必须回到九二共识 现在这个习近平主席讲得非常明确 是回到九二共识的实质意涵 不是简单说我九二共识 你要回到实质意涵 就一个中国 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说 我觉得台独已经不可能了 从两岸的大势来看 我觉得台湾应该把握住这个大势 就中国大陆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 我自己判断是十年之内 应该是不光经济总量 根据官方汇率计算也超过美国 而且中产阶层的这个人数 应该是美国人口的两倍 那么这样一个大势意味着什么 就台湾你只有跟大陆合作 只有跟大陆一起来达成某种 我叫做政治安排 走向某种形式的统一 我觉得这是一个唯一的出入 所以我对这个两岸关系 这个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我觉得台湾没有什么选择 你没有办法 如果你不跟中国大陆合作 你的生活空间 活动空间越来越下 你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下降 但你合作这个利益就非常大 所以我想这是总的趋势 所以我觉得两岸最终 迟着要达成某种政治制度的 某种政治安排 让一起来共创 中华民族的伟大和辉煌 感谢张院长给我们做的精彩演讲 那现在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向张院长提问了 这位开始吧 张教授您好 您刚才谈到的这个台湾问题 我们说台湾现在这个民粹主义的抬头 在民粹主义起 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一种选举的情况下 那他们的选票是分散 这是不是台湾民粹 所特有的一个现象 一个特征 那么未来会不会形成一种乱民政治的 这样的一种选举的形式 是 现在就是你可以看出来 对台湾的前景悲观的人越来越多 经济二十年没有涨进 社会是严重分裂的 照理说一个政府 如果真的能够实现良政善制的话 他要有本领有能力 把不同的意见整合起来 然后呢做一些事情 现在台湾的无论是国民党政府 还是民进党政府 都没有这个能力 无法整合社会的不同意见 所以社会就非常的分裂 然而政府的执政能力非常弱 所以这个 这就是台湾做出一个错误的政治选择之后 必然结果 好的 我们同学 大学生代表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边的同学 张老师您好 我是东北市万大学的一名学生 然后我现在是有一个问题 想问您 就是您刚刚说到 讲民主这个事情的时候 又说到对于法这个东西 即使它现在有错误 我们也应该遵循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这个法 它本身就是有错误的话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遵循它呢 它是不是对民主的一种违背呢 对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就是这个法 只要它没有被废除 就是你就要遵守它 这是一般的规矩 所以这个才叫法治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说 这个法是不对的 我可以挑战它 那就不可能实现法治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角度 认为这法律可能是不公的 所以呢 当然这是一个客观的分析 现在很多情况都这样的 那么 所以你就提到很大的问题 怎么就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 那么中国人的背景 跟西方不一样的 我上一节课里我讲的 西方这个传统 这个法律 英文叫law 牛顿定律也叫law 这两个相通的 所以这个定律 那你不质疑它的 先做起来再说 中国人不一样的 中国传统是情理法 这个法律不合理啊 那就不管 我情放在第一位 理放在第二位 法放在第三位 这确实中国的文化传统 但我们现在也提出来 要建立法治社会 我曾经提出一个非常务实的方法 我说我们第一步要做到 法 理 情 就是法变成第一位的 理变成第二位的 情变成第三位的 这就很大的进了一步 例如中国人特点 他不喜欢打官司 所以中国现在的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 一个很大的比重 是调解 人民调解 这个调解 把作为我们中国法治的一部分 这是对的 那么另外就是 怎么避免 我们叫法调主义 叫法律条文这么说的 就100%是对的 就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有些东西 要抄前看 即使你现在的指示 你要明确 这是有很多的缺陷的 要逐步都改革它 保留 对法律进行修改的 这样一种权利 非常感谢张院长 和现场的观众 做客本期节目 下期节目 张院长将带大家 走进我们中国自己的 民主道路 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谢谢 感谢观看